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这个祖基是陕西奇山 后来我们家又搬过河南 到后来我毕业分配的时候又分到了哈尔滨 但是这中间始终有一个东西 在这个中间贯穿始终 就是扯面 像小时候我老娘就是给我搞一碗这个扫面 我就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面 我总觉得这个扫面就是浸华爽酸辣香 就说这个东西既然那么好吃 就为什么它就出了陕西就那么少 陕西它就有一个这个民俗 叫陕西的婆姨不爱嫁 这个扯面师傅不离乡 我就懵生一个想法 我能不能造一个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能跟手工师傅做的这个扯面 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回到了这个陕西 然后经过多方打听 我就找到这么一个这个师傅 就是杜师傅 他是非常专业的地道的这个扯面师傅 他就直接就告诉我了 说不可能 而且是绝对不可能 结果我就耍了个小聪明 我能不能找一个专业的 他还懂机械 然后他还懂扯面 然后我想这个成功的概率 可能会更高一点 结果当我把钱给他的时候 人也没了 地方也没了 最后就所有的希望 全部都化成了这个泡影 那么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冷静的想 我必须还得回归到这个事情的根本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所有的事情 我尽可能的就亲力亲为 从这个什么自行车铺 什么铁匠铺 基本上我是经常来回跑 人连月亮上都能上去 我说这一个机器 就能把我给拦住吗 我就不相信我造不出来这个东西 首先是你先把这个扯面的这种感觉给找到 然后这个面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它就怎么样 它也吃不出来这种手工的那种感觉了 那么最后我们就确定这个 四轮的一个窝杆放进以后 这个面出来了以后 防手工的这种感觉 它就出来了 整个那个面 这个劲到劲儿 它就体现出来了 我找到这种感觉了 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把这个杜师傅 就给请过来了 用杜师傅啊 你这个只能叫一碗面条 你要说是扯面 差得远吗 这是啥吗 这个你这个弟子目前做出来这个 可不敢把祖宗的那个 传承少千年的这个扯面精髓 给带歪了 我的一些很多的朋友 说你也不是学那个东西的 然后你天天去捅过那些东西 你能捅过这些东西 能捅过出什么名堂 你这都捅过那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一个结果对吧 最后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 我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觉得我最为的 就应该把这件事 必须要给他做好 最后就这个扯面 缓缓地给扯出来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锅里煮 最后把这个面端上来以后 所有的目光都看着这个杜师傅 当杜师傅最后吃到这碗面以后 杜师傅很难得的 我看着他终于他笑了 从刚开始到现在 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可能吃这碗面的时候 我能能感觉到 有我母亲 在我身边的味道 就是甚至包括小时候的那个 所有的这种感觉 我似乎都能从这碗面里能够找到 假如你们吃 你们也一定会觉得 这是你这辈子吃过的 最过瘾 最带劲的那个面 兄弟们 刚才这个发明虽然好 但是原胖要跟你说个实话 有时候国外的一些小发明 它更贴近于生活 你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充电宝 它直接插上就能够充二合一 比平时我们用的这种充电宝更简洁 有的人会说 这算是发明吗 其实呢 袁胖跟你说 这就是发明 二合一啊 看起来简单 但是你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它解决了人们啊 这边插插头 那边搞个数据线 在充电宝这个三部问题 它是一步到位 而且还好用 网上呢 它就是一个销售爆款 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今天我主推一下它 你可以呢 到发明明网站看一看 今日投票的呢 点击下方的这个了解更多就可以了 保证好用又便宜